健康只能掌聲 尊敬的基本法 我寫這封送給你 是為了探討自由的概念 還有表達我對你 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自由的感激 《基本法》涵蓋了多方面 對自由權利的保障 令香港成為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以宗教信仰自由為例 無論是佛教、道教、恐教 伊斯林教、天主教、基督教等等 香港居民都有信仰自由的權利 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護 令不同信仰的人 都能夠在香港和諧共處 《基本法》第32條表示 香港居民有信仰的自由 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有公開全教和舉行 參加宗教活讀的自由 為不同的宗教提供良好發展的土壤 除此之外 《基本法》更透過141條 對宗教組織內部事務、財產等等 予以保護 並確立他們辦學、辦社福機構等等的權利 得益於《基本法》的保障 香港的社會福利 就能夠在宗教組織支持下 愈做愈好,百花齊放 《基本法》 你令我們可以在一個自由、開放 包容的社會中生活 多謝你的存在 令香港成為一個充滿活力 和創造力的地方